先試一個新的TOM TOM GPS 因為這個TOM TOM 其實我之前用的TOM TOM 其實很好用 坦白說都用了差不多六年 因為可能是那個機器夠了 所以它的Signal不是太好 所以它弄到譬如你開機的時候 它拿GPS的Signal拿不到 有時地圖會突然找不到位置 所以我就買一個TOM TOM的用 一來我是用慣TOM TOM 二來TOM TOM比較好一點 我想介紹一下 因為我之前買的那隻牌子 就是這隻牌子 看到是VIA 這隻本身有一個LIFETIME UPDATE的地圖 和LIFETIME TRAFFIC 而這隻只不過是LIFETIME UPDATE地圖 不過大家不用怕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你出去買一部 這些TOM TOM的GPS 你會留意到 它有一個 就是我之前說過 T和M T就是TRAFFIC 還有M 就是LIFETIME UPDATE的MAP 而這個 它沒有TOM TOM的TRAFFIC 和有TOM TOM的TRAFFIC 其實它的價錢是相差30元 如果你們本身 現在用開 就是一個 譬如我之前用開這個 有LIFETIME TRAFFIC 其實那條線 裡面有一個 Antenna 其實不要緊 因為那條線 其實都可以駁回這部機 當你駁回這部機 它也有一個LIFETIME UPDATE的TRAFFIC 起碼都可以省回3-40元左右 所以其實就是視乎你之前 你用的是什麼機種 因為那條線 其實本身 裡面所有的線 其實都是統一的 我們先看看 這個TOM TOM的LIFETIME UPDATE 其實它分的MODEL NUMBER 你看到是1505 和1405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1405的意思 4字其實就是4.3 如果這個是5字 其實這部機就是5吋 如果你看到有些是16字頭的 其實那個就是6吋 我們普通來說 其實就是5吋也夠了 因為我本身是4.3吋 但它因為沒有這個4.3吋 所以都不要緊 我們先看看這個5吋 其實裡面包含了什麼配件 我們先開了一個盒子 就看看 究竟裡面有什麼配件給我們 首先它有一張地圖 sorry 是一個MENU 這個MENU 其實就是介紹一下我們 就是怎樣 用這一部GPS 講解所有的Information 全部的Information都在這裡 一本這樣的MENU 之後裡面 有一部這樣的機器 是5吋 這部機器 實質是5吋 它有一個MENU 給你 按MENU 之後 再加一條這樣的線 這些線 這些線 就是後面的USB 因為這個MENU 因為這個MENU 因為沒有了 Time traffic 所以它就給少了一條 另外一條線 那 Suppose 應該給另外一條 因為它是限了40元 所以它就少了一條線 它有一個這些USB 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本身 我之前有一部TOM TOM 其實那些線 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 我可以用舊的 就不需要用這些新 不過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它就跟了一條這樣的線 然後 它就跟了一個這些 是3A 那些 好像一個平板 那樣 就是貼在車上 貼在車上 貼在車上 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MENU 摺在那個位置 它實質就是 全部只有這麼多配件 那現在呢 收到給大家看了這些配件 之後呢 我就會教大家 如何開始設定 你們自己的那個 譬如你買這個TOM TOM 是如何去設定它 還有呢 TOM TOM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每六個月 它就會 在GPS 那裏提醒你 或者是在你的E-mail 那裏也會提醒你 就是說你差不多要更新的了 而那個GPS 通常每個月可以更新一次的 那我先在電腦那裏 就輸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先駁掉它 駁完之後 就輸給你們看一下 究竟是如何去 先 register你們所有的資料 進去 那然後呢 那怎樣去運作 一定要放一張SD卡進去 因為通常呢 跟這些機器呢 其實呢 它的容量不是很大的 那因為 TOM TOM那隻呢 它有很多地圖 你可以免費一下 那所以呢 你最好 就安全起見 先拆一張SD卡進去 那張SD卡呢 其實呢 就是在你的電源的旁邊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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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 那裏 之前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先上网去搜索 因为这个是Google的 因为你用其他网站 其实那些网站是不太好 你先打进去 叫做TomTom的update TomTomupdate之后 你一定要用Google去搜索 搜索了之后 最后一个last的Version的GPS 你按了它 按了之后它就会出了一个 就是TomTom的网站 你出了TomTom的网站之后 然后 你就要找它的Support 你找了Support之后 你选择的 叫做Setup Product 按了Setup Product之后 它会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因为我们是开车的 那你就选择开车的 Device 按DETAIL 按了DETAIL 按了DETAIL 之后 你可以看了 这里就设定你的Product 因为我的Product 就是一个1505 所以你就要选择那个 VIA 1505 你按了VIA 然后你开始慢慢数下去 这样看了 找回你的1505 那个Model 那个Code 这个就是1505 你按了它之后 它就会出了一个 这些叫你下载的程式 当你按了这个下载程式之后 下载之后 它会变成 这些载程式 它会出现 这些载程式 之后 它就会出现 这些载程式 当你出现 这个载程式之后 你按了它 它就一直 会和你安装 安装完之后 它就会出现 这些载程式 当你出现 这个载程式之后 我先按了这个 先按了这个 那你出现 这个载程式 那你下面 这里 就会出现 这些图片 的 icon 在这个位置 当你出现 这个位置之后 那然后 就把你的 device 把你的 device 搏了它 因为当你搏了之后 它会自动 会 connect 的了 那 Connect 之后 它就会出现 这个图 那一路 不断搜索 就告诉你 究竟你现在 需要是 些什么 update 因为我之前 已经是 update 了 所以这个 就已经 没有再 update 那如果 譬如说 你要update 的话 这里出了 那些 譬如说 你有一个update 或者两个update 出了之后 你这里一按 的话 它就直接 就会下载 进去你的 device 其实呢 就非常之容易做 那如果 譬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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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device 已经connect 所以呢 就是 譬如说 你见到 你update 的东西 其实就 大部分 已经可以ok 那如果 你想测试一下 你自己本身的 SD卡 有没有在 的话呢 你可以按这个 你按了这个 之后呢 你就可以见到 你本身自己里面 实际 只有4GB 我放了一个 8GB 进去 你装完之后 你还有3GB 在 其实呢 很够位的 那你download 所有的东西之后呢 其实呢 就已经是可以 运作正常的了 那不妨呢 那不妨呢 如果呢 譬如说 当你买了个 TOMTOM GPS的话呢 你都可以这样 装进去 就比较上容易啦 那其实呢 就 我本身来说呢 就喜欢用TOMTOM GPS 因为它自己本身呢 就可以包了 还有一个的 给你6个月啦 那就是说 它会和你随时update 那譬如 有些红绿灯里面呢 安装了那些cam的话呢 它实际呢 就会提醒你啦 还有 可以告诉你 叫你小心一点啦 那而其他的那些GPS呢 通常呢 都好少会有这个功能的 但是呢 TOMTOM就有这个功能啦 那如果你考虑会买的话呢 你不妨可以试试啦 那多谢大家收看